大家早上好 东西现在都已经收拾好了 满满的一个自行车 车把上也是挂满了 在这个文昌市已经连续待了五天了 这五天都在露营 然后充电宝现在基本上也没电了 接下来今天要去那个琼海市的博鳌镇 就那个博鳌亚洲论坛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看有没有能充电的露营地 如果有的话就继续露营 没有的话恐怕今天要找小旅馆的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呀 按照导航的路线走的 现在是在海南的农村 海南的农村非常漂亮呀 到处都是椰子树 这边的房子一两层居多 我现在骑到了这个海南这边的农村呀 给大家看个好东西呀 给大家看个好东西呀 看它这农村这边种的都是香蕉树 还有椰子树 给大家看个好东西 在这边看一下 咦这怎么有一条狗 这狗怎么不叫啊 我准本来是想给大家看这个 看这个椰子 椰子苗的 小狗不咬我吧 不要来看这个椰子 椰子是长这样的 哇塞 这个就是椰子苗 哇从椰子里面长出来的椰子 上面非常高大的就是椰子树 这边是剥掉椰子的椰子壳 诶这个小狗挺好 没咬我吓我 吓我一跳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还在想这个棚子是干嘛的 原来里面是养狗的 继续出发喽 现在我是骑行在海南的这个农村呀 这边乡间小道上 自行车先停在这里 过来看一下这田里种的是什么 我一路上骑过来从海口骑过来经常见到都是这种荒草地 然后草地里面有那种黄牛啊黑牛啊在地里面吃草 很少见到这种农田 今天在这边看见了看看农田里种的啥 有很多朋友要看海南原汁原味的风光 这就是我在骑行的路上拍下来的风景 路两边种的大部分是椰子树 然后还有一些槟榔树 在海南骑自行车给我的感觉是大货车很少 路上的灰尘也没有那么多 大事不妙呀 骑在路上竟然开始下雨了 早上出发的时候看天气 不知道说 小雨转多云 早上已经下过一阵小雨了 下了雨之后出发了 现在路上又开始下雨了 找个地方去逼一下雨吧 中午饭还没吃了 找个地方去煮个旁边吃 沿着这个省道骑行的时候到这边发现了一个 亭子后田村亭 后田村 在这个亭子里面煮个泡面吃吧 这都中午了 饿了 正好这会外面也在下雨 可以避避雨 在这个地方做个泡面吧 出来骑行 中午在外面做个饭还是挺麻烦的 自行车上的东西 全部都要卸下来 因为我的那些 锅碗瓢盆啊 这些东西啊 吃的什么的 都在这个 后坨包里面放着 所以上面的东西也要全部都卸下来 基本上就是这些喽 准备煮一个面 煮这个 一面 三鲜一面 这个锅里面的番茄 今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洗干净了 把刀把这个番茄削一下 削成块 放在这个锅里面做锅底吧 我今天一共带了两瓶水 这个是昨天买的这个饮用水 这个可以直接喝的 还剩一点 这个是我今天出发的时候 在那个公共卫生间灌的那个自来水 我会用这个自来水做饭吗 这还有之前在那个拼团上买的菜 买的这个大葱 大葱生吃还是太辣了 削成小块 放到这个锅里面 当成一个锅底 哎呦 我们削地上去了 嘿 今天外面风挺大的 所以这个挡风板要挡上 水已经开了 哇 这个葱 大葱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美滋滋呀 OK 今天 今天还是吃这个三鲜一米 面小面 调料包 包 买这个面车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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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个鸡蛋 水太多了 感觉都溢出来了 汤都溢出来了 哇 等这个鸡蛋熟了 这个泡面也就熟了 竟然忘了加十三香了 当当 加入适量的十三香 入味儿了 入味儿了 十三香味儿的泡面 这边正在煮泡面的突然来了一只大蚂蚁 好家伙 你也想吃十三香吗 你也想吃十三香吗 我去这么大的蚂蚁 哇 它果然是被十三香所吸引了 开始尝尝今天的泡面啊 好吃 有这个大葱的香味儿 然后因为放了很多的十三香 那个苍蚁刚才爬上来了吗 没有吧 放了很多的十三香 然后这个十三香主要含有的就是那个 茴香 茴香大陆面 让我看看这个十三香主要成分是啥 十三香主要配料就是八角茴香 然后小茴香花椒 难怪我喜欢吃十三香 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吃茴香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洋过海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 都曾反骨练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为了这个遗憾 我的夜灵香了又香 不肯水去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就要继续出发了 刚才我在这吃泡面的时候 这路边上啊 过了很多骑行的人 还碰到了三个徒步的人 都在冲我喊加油 因为他们看见我也是骑自行车 出来骑行的嘛 冲我喊加油 把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了 是给我吃泡面加油 让我吃泡面吃快点的 还是让我骑行加油呢 行继续出发吧 今天到那个琼海的 博鳌镇 琼海博鳌镇 还有40多公里啊 今天下午应该能骑到 在天黑之前骑到 行我现在要继续出发了 加油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下坡 冲下去吧 感受一下 就很快 我们开启用这个下坡 我现在在家家地下坡 都被浪费了 刚才傻里面 现在就有什么 有点混合 1个小时之前还下雨 还觉得有点冷 现在1点多 又出太阳了 然后再骑着个上坡 出来骑行就是这样的 风吹日晒 雨林风吹难免的 这海南的太阳挺毒的呀 像是夏天一样 就这今天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呢 这太阳的威力还没有释放百分之百呢 先骑着吧 帽子现在也不想戴了 在这路边上骑着自行车 然后在这看到路边上种的这是什么呀 像毛毛虫一样 这是啥呀 挺好玩的 就在这个树干上长着 这上面还有一个 有意思 这有一片树长的都是这个 还有这种比较矮的 这种果子结的好低呀 这是啥呀 上面就没有了 只在这个下面接着 这边也有 嘿嘿 看这里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 这也有两个小的 真不错 真好玩 在这边路边上又路过一个 这个是椰子苗吧 这里面是 这里面种的应该是椰子苗 这是专门育苗的地方呀 好多椰子呀 上面还有遮阳的 不错不错 在这边又路过了一片菠萝地呀 看这地上的菠萝树 都没有长出来菠萝呢 看西里面 没有 这估计还得好几个月长呢 才能长出来菠萝 这个应该是椰子树的树苗 这边椰子树好多呀 这边椰子树长的都不是很高呀 这些椰子 哇 结的还是挺多的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发现这边的菠萝长出来了 哇 这边的菠萝好大呀 看那个 看那个大不大 这边的菠萝已经长好了 而且都套上这个 这个什么海绵了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采摘了 这菠萝接的真大 一大片地呢 海南真是太好玩了 我从这边走 我还以为这是黄瓜地呢 仔细一看不对劲 怎么结的这么大 冬瓜 哇 这冬瓜好长呀 大黑冬瓜 它上面不知道为啥 还要用报纸给 上面不知道为啥 要用报纸给遮起来 哇 这么多冬瓜呀 海南冬瓜 海南冬瓜 真不错 这边也不用大棚 不用长在大棚里 直接就长在这里就行了 真不错 前两天还在菜市场买这个莲雾果呢 现在这地上扔的到处都是啊 这个路边上种了一棵这个莲雾果树 哇 那头顶上全是莲雾果呀 看那一串截的多漂亮呀 这地上掉的全是 我想着要不要捡几个带着 这么多莲雾果扔在地上 不捡白不捡呀 捡了还想捡 捡几个 捡几个带着吧 捡几个 在路上放一放不就红了吗 不就能吃了吗 这个不要了 四个 树上这一串挺干净的 把树上这一串摘下来吧 哎 美滋滋呀 跟我这个大葱放一块 这还有一个 这有两个大的 这还有两个 这还有一个 为啥这边当地人都不要这个呢 他们是不喜欢吃这个吗 看这多少 哇 这一串 太棒了吧 放袋子里 这还有一串 这一串也不错 拿着拿着 免费的水果 不吃人家就当垃圾给扔了 哎 这个掉地上的挺好啊 捡着 这两个也挺好的 拿着 这两个 这两个也不错 美滋滋呀 哇 这还有一串 漂亮 漂亮 OK 一大兜 难怪刚才那地上的莲雾果没有人捡呢 哎呀 这树上全是呀 这边路上全是这种果子呀 估计是口感不好 所以没有人摘 这伸手就能够到了这个 再摘一串吧 哎呀 这东西太多了 哎呀呀呀 哈哈哈 吊地上就散了 手里就拿了两个 搞笑了 这边也有好多呀 尝一下吧 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好吃不好吃 在树上应该挺干净的吧 没吊地上 流口水了 有一点点酸 反正就是莲雾果那个味 这边也有好多呀 这边也有好多呀 想吃的话随手摘就行了 想吃的话随手摘就行了 现在已经骑到博鳌镇的海边了 到这边来看一下吧 这边都是房子 一些酒店呀 一些新盖好的楼盘在卖的 然后这边是一大片绿地 那有一个亭子 亭子下面可以露营 美滋滋 先不露营 先到海边来看一下 这边人不多呀 大椰子树 这椰子树 这椰子树简直就成海南的代表了 走到哪都有椰子树 哇 我已经看见大海了 我去 这边的海浪看上去更大了一些 好 吓人哦 哇 这浪怎么这么大呀 这看上去至少也得有一米高吧 哇 哇 忘了把我的拖子给拿过来了 好家伙 这海风好凉呀 今天这个浪真大 看那边 啊 这还有可以躺的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躺在沙滩上的这个影子 这边人不是很多 但是今天的浪好大呀 走近一点去看看 这边不错呀 这边不错呀 好多房车呀 还有开普通轿车出来 然后在外面搭帐篷的 那边是房车 这边也有房车 这个车后面带了两个自行车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路上遇见的那一辆房车 这也有房车 那边就是酒店呀什么的 今天晚上没地方去了 只能在琼海 博鳌镇这边大海边露营了 这边有很多的房车 打算就在这个海边露营吧 这会儿风有点大 有点冷啊 我把外套穿上了 那边是酒店 今天刚到这个镇上的时候 吃了一个拉面 20块钱一个拉面 没吃饱 哎呀然后又买了两个饼 两个饼7块钱 凑合一下吧 充电宝还有一个小充电宝有电 别的充电宝都没电了 在外面都已经露营5天了 今天晚上的话就是第6天了 明天出发去那个万宁市 到万宁市找个小旅馆住下来吧 今天晚上有点冷呀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 小兵 在这个地方 这边要응 在这边 感谢观看